7岁男童打老师被警方扣上手扣逮捕 上星期一段上传在Facebook的视频 引起了大量网民的热议 佛罗里达州米亚密市一名7岁大的男童 一位学校内嘔打老师 而遭警方扣上手扣逮捕 过程被男童的母亲全程记录 引起了民众对警方是否过度执法的热议 根据警方的资料 上周四米亚密市Koroway K8小学 一年级的7岁男童因为玩弄食物 而被老师带来食堂 但是男童偷出手不断打老师的背部 在两人都跌倒在地之后 男童还拉扯女教师的头发 米亚密警方接到报警后来的学校 用手扣扣住男童的双手 好像是对待一名成年罪犯 最后男童被送到医院接受精神检查 根据WSVN的报道 男童的父亲被警察告知 自己的儿子是社会的危害 而父亲回应表示难以理解 这个7岁大的男童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危害呢 而校方表示 这名男童三个月来 已经第二次有纪律问题 去年18月 他曾因为踢打一名老师 而被略令停学10日 随后米亚密警察局局长 Ian Moffitt在声明中解释 警察的行为符合标准 但手扣是为了预防男童再出现伤害他人 或自己的暴力行为 天下卫视记者 雷健感报道